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好几期 很多学者都来讨论这四个字 克己复礼 那么这四个字出于论语 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是心解呢 是因为我自己研究了几十年 认为这样的解释比较说得通 我们把原文先看一下 言渊请教孔子 什么是仁 人这个字要把它理解为如何行人 走上人生的正路 孔子就说了 克己复礼为人 我用白话来说 孔子说 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理的要求 就是人生正途 不论任何时候 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理的要求 天下人都会肯定 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 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 难道还能靠别人吗 所以这是上半段 我们先做个说明 一般学者 两千多年以来 都把克己复礼分为两半 克己当然是克制自己 约束自己了 复礼的复是实践 去实践理的要求 那如果这样解释对的话呢 就麻烦了 为什么麻烦 代表自己有问题啊 所以你要克制 复礼的话呢 代表你要实践理的要求呢 那代表理是善的 自己是偏向恶的 如果克己复礼这样去解释的话 那就很接近寻子了 人性是恶的 他的行善是人为的 尤其是寻子也是以理作标准 那请问 这样一段话这是儒家吗 孔子还能够说 我欲人私人自仪吗 所以这段话你不能够把它分两半来说 各位想想看 人这个字是孔子的核心观念 也因为是孔子最好的学生 最好的学生问核心的观念 孔子因材施教 说的一定是他这一生思想的精华所在 孔子的思想有什么精华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化被动为主动 把我们这一生被动要求去做该做的事 变成主动自己愿意去做 比如说我们常常强调 真诚引发力量 由内而发 我自己愿意做该做的事 人生才有它的价值可言 不是别人叫我做的 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所以克己复理要连成一句话来看 叫做能够自己做主 去实践理的要求 很多人怀疑说 克这个字可以当能够说吗 当然可以 克明俊德在大学里面用了上书的话 能够去招名自己的高尚的德行 克可以说能够讲 要说克己这样的句法可以当做这个能够自己如何吗 可以的 在轮运里面出现好几次 孔子提到顺这个人 说他攻己正南面而已 也一样攻己 克己 他的学生请教什么是念书人 孔子说行己由此一样 多把己放第二个位置 克己 攻己 行己 都是类似的句法 所以克己复理为人 就是能够自己做主 去实践理的要求 就是走在人生的正路上 也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那么这被动主动的差别 关键就在这里 一日克己复理 你不管任何时候 只要能做到自己做主 去实践你的要求 天下人都会称赞你走在人生正途上 底下更重要的 为人有己 你要走上正路 要靠自己 难道要靠别人吗 要靠自己而不要靠别人 正好代表你要主动 你不要被动 你不能说前面克己的己是不好的己 后面有己的己是好的己 一个己分坏的分好的 没有这样的分法 所以整句话念完毕 不要断章取义的话 就知道孔子说什么呢 能够自己做主 人生的关键就在于能够自己做主 通常我们都是被动的 所以在这里可以说是 把言言问人这句话 能够自己做主 把被动变主动 我自己愿意去行善 去做该做的事 走上人生的正度要靠自己 难道靠别人吗 靠自己你才显得有自己的主体性 是我在行善 不是为了别人 也不是为了别的考虑 这样才有所谓的人生的道德价值 不但如此 我们看后半段 接着呢 言言请教 说有没有具体的做法呢 孔子说的四个非 也就是四个物 非理物事 非理物听 非理物言 非理物动 这不用翻译各位也知道了 不合无理的你就不要看 不要听 不要说 不要去做 言言就说了 我虽然不聪明 也愿意做好这些事 在这里很多人说 你看最后不是四个非理如何如何吗 那你不是配合前面的代表理是好的吗 并非如此 后面讲四个不要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在人的思考方式来说的话 代表什么 消极上 你不要这样做 然后你积极上 你要主动去做什么 所有的教育呢 都从消极到积极 孔子教学生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说 他以前教过谁呢 子贡 子贡 曾经请教 说 一个人贫穷而不惨媚 富有而不骄傲 老师认为这样如何 他有两个步啊 贫穷不惨媚 富有不骄傲 已经不简单了 孔子说这样做可以 但才不够好 最好是怎么样呢 贫而乐道 富而好理 从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到我要贫而乐道 富而好理 代表你要积极上去如何 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原则就是 让你从消极的不要做不该做的事 到积极的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这种积极呢 就代表主动在内 所以孔子跟颜元说 具体的细节 你先做好事物 古代人对这事物也很重视 有时候你可以看到 他用四只猴子做代表 第一只猴子把眼睛蒙起来 非礼物事 第二只把耳朵遮起来 非礼物听 第三只把口遮起来 非礼物言 最后把手放后面 或是手放前面 要抱拳 非礼物动 像这个都是古人所学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 不要忽略 孔子的教育是 让你从消极的不要做不该做的事 遵守这个礼物的规范 到积极的 你要主动去做什么事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机会 替孔子把这段话 做一个新的解释 实在是用心良苦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把他讲成客戟跟父礼分开了 无法显示 孔子他真正的心得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说一遍 能够自己做主 去实践你的要求 这样就是人生的正路 走上这样的正路 是要靠自己的 难道靠别人吗 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人生的路自然是越走越宽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国学天空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 困惑来自何处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外国朋友 他看起来蛮年轻的 我就问他说你今年几岁啊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儿历之年 我听得吓一跳 他讲那么文雅 早知道我应该问他贵庚啊 他说儿历之年代表他三十岁 因为孔子说过三十而历 很多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呢 你问他今年多大年纪啊 他就说不贵之年 也是从孔子的话来的 四十而不贵 但事实上呢 很多朋友告诉我 说他是四十而大贵 一个人到了四十岁 才发现人生的困惑非常多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呢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 都照着父母的安排 老师的教导 受教育啊就业啊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成家立业 自己要面对人生各种状况的时候呢 供卧反而出现了 那么在轮语里面呢 很少看到讨论这样的题材 我们如果仔细去找 但是有两次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章 子章请教老师 说什么叫从德变祸 怎么样提升德行啊 分辨困惑 孔子说 主中性喜意从德也 你做人处事啊 以中性为主 看到该做的事 跟着去做 这样就可以提升道德了 那么什么叫做分辨困惑呢 底下这句话就说得 非常的精彩了 孔子说 喜欢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点 讨厌他的时候呢 又希望他早些死去 既要他生又要他死 这样就是迷惑 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会非常惊讶 因为这句话讲到 喜欢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点 如何如何 好像是感情方面的问题 感情方面有时候爱恨交加 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 希望他一下活久一点 一下赶快死了算了 这种情绪呢 孔子认为就是困惑 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 困惑来自于情绪的一种 不当反应 人的情绪很容易主观 很容易由于个人的主观 跟外在客观的情况有落差 就产生各种猜测 各种怀疑 甚至到最后变成是 情绪上的一种 喜怒哀乐 这样就会造成困惑 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做到不惑 就要设法先 调节自己的情绪 不要走极端 对任何事情都要想 也许他有他的理由 法国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了解一切 就会宽容一切 你对一个人了解的越多 就越能够体谅 越能够宽容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为什么那样做 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 因为这样对别人并不公平 我有时候常看到别人犯错 我就会想 如果我是他 说不定比他错得更严重 那么我觉得自己做得 还可以的时候呢 我就想 如果别人是我 他可能做得比我更好 这样两方面想的话呢 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那么第二次呢 孔子的学生樊池 他也来请教了 他这次问三个问题 他来请教说 什么是从德修特变祸 从德跟变祸 我们刚刚谈过 什么叫修特呢 特代表怨恨 藏在心里面的怨恨 怎么样化解别人对我的怨恨呢 所以孔子的回答 他说 问得真好 先是后德非从德语 先做你该做的事 在于想你有什么收获 这样不是可以提升道德吗 你要批判自己的过错 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 这样不是可以化解各种怨恨吗 最后这句是我们的重点 因为一时的愤怒 就忘记自己的处境 与父母的安危 这样不是迷惑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迷惑呢 又跟情绪有关了 有时候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忘了自己的处境 也忘了父母的安危 为什么提到父母的安危呢 因为如果说 你因为愤怒而伤害别人 别人他要报仇的时候呢 恐怕你父母也遭殃 一把火烧了 父母也受苦受难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要特别节制自己的愤怒 很多时候啊 很多愤怒 怎么样发生的 自己也不知道 一时想不开 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啊 就无所顾忌了 所以愤怒是一种 最值得注意的情绪 在美国有本书 叫做EQ 就是所谓的情绪智商 又称情商 它翻开来非夜 第一句话就用 亚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 上面说 生气谁都会 但什么时候 对什么人生气 生气到什么程度 这是很难学会的 这话是没错的 生气谁不会呢 只要心想事不成 跟别人有一些误会 甚至等车车不来 等飞机飞机不来 都会生气啊 但是呢 什么时候生气 对谁生气 生气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能够适可而止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 修养需要的地方 换句话说 你如果没有任何的自我约束 就随便发脾气 到最后会造成许多后悔的事情 在西方拍部电影 叫绿巨人浩克 离安主导的 所以一个人一发脾气 生气的时候呢 马上变成巨人 力大无比 没有人挡住他 但是事后呢 恐怕造成许多后悔的事情 所以呢 孔子回答学生 两次提到说 什么叫困惑 都跟情绪有关 这也说明 古代已经注意到 情绪智商的问题 一个人再怎么聪明 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能体谅别人 不能跟别人互动 不能够彼此之间协调 有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恐怕最后呢 都会造成困难 修养在儒家来说 孔子有时候 他提到非常关键的话 他说 以约失之者嫌疑 因为自我约束 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 那是很少见的 自我约束 首先就是从情绪管理开始 要能够自我约束 喜怒哀乐 每个人都有 在该发的时候就发 但是要发而皆纵结 要恰到好处 要适可而止 所以能够做到这些的话呢 人生的困惑自然可以化解 我们也才能够说 自己有希望做到 事实而不破 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国学天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欣赏真典之志 说到真典呢 我们都知道 他是真生的爸爸 但是在整部轮运里面呢 真生经常出现 这个做爸爸的真典呢 就出现这一次 但这一次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表现啊 让孔子非常欣赏 真典到底有什么志向呢 这件事情啊 我们要说的完整一点 在论语里面 有这么一段资料 有四个学生 在孔子身边 是谁呢 那么这个背景啊 我们删掉一段话 我简单说一下 孔子说各位同学 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 你们常抱怨说 没有人了解你们啊 那假设有人了解你 你要怎么做呢 等于是说 你谈谈志向吧 我来参考一下 结果子录立刻先说话 子录年纪比较大 又特别勇敢 往往他都是先说话 他怎么说呢 他说一个国家交给我 外面有国家侵犯他 里面又发生了饥荒 我来治理三年就够了 老百姓很勇敢 并且知道人生的道理 这实在是一个 很好的理想跟志向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 话说得太满 他讲完毕之后 孔子微微笑了一下 接着呢换谁说话呢 换燃友 燃友他就比较客气了 他看到孔子笑了一下 子录啊就比较收敛了 他就说给我一个小国家 我好好治的话呢 给我三年 可以让大家吃饱喝足 但是礼乐方面的教化呢 另请高明 代表燃友知道自己的能力 他也知道自己啊 能够把经济搞好 但是教育呢 另外找别人吧 第三位是龚熙华说话 龚熙华说 我只想做个小事仪 在国家聚会的时候呢 公开的典礼里面 我来担小事仪吧 讲完毕之后呢 剩下一个人叫做曾希 曾希的名字呢 就是点 真点 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负责背景音乐 别人在聊天谈话 他有人在那边鼓舍 孔子看三个学生 讲完毕之后 就问说曾希啊 真点 你的志向怎么样呢 你就看到底下的描述 非常生动 就是 真点 古色的声音 渐渐吸 然后坑了一声 他把色推开 站起来说 我跟三位同学的志向 不一样 所以在孟子里面 就把真点称作狂者 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孔子说没关系啊 各自谈谈志向吧 曾希就说了 这一段志向呢 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他怎么说呢 曾希说 牧村三月的时候呢 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 我陪同五六个大人 六七个小孩子 到以水边洗洗澡 到五渔台上吹吹风 然后呢 一路唱着歌回家 他讲完毕之后呢 孔子 赞叹了一声啊 说 我欣赏 真点的志向啊 我们就要问啊 他这算什么志向呢 春天快结束了 五六个大人 六七个孩子 到以水边 洗洗澡 五渔台上吹吹风 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 这怎么算志向呢 但是孔子居然说 我欣赏真点的志向 这是很有趣的 为什么 因为前面三位同学的志向 都有个条件 就是别人是不是给你机会 如果你的志向是做官 内政外交军事 你要做官 那如果别人都不给你机会的话 你这一生的志向都不能实现了 你每天都在等待啊 你每天都在希望别人给你机会 但是如果没有等到怎么办呢 你这一生就放弃了吗 所以志向有两种 一种是在社会上发展 那这个是有求于别人 但是真点不一样 他说的志向是配合天时 地利 人和 随语而安 尽量能够自得其乐 各位看第一个天时 春天快结束了 你在春天快结束的时候 就不要希望说我要做夏天的事 假如秋天多好 那冬天呢又如何 不要想这些 现在是春天快结束了 掌握住这个机会 做你现在能做的事 第二个地利 你们住的地方 在鲁国 区域附近 有一条河流 叫做以水 那你就不要急啊 你就说我们到以水边洗一澡 这是就地取材嘛 你不能说你要快乐 一定要游长江游黄河 那不需要 这是地利 旁边有五余台 五余台是平常 古代求雨的地方 一个台子 也是风景的景点 那你到这附近去玩耍一下 不是很好吗 第三个是人和 成年人五六个 小孩子六七个 你不要计较 不要说我一定要有五十个人 我才出门 不需要 五六个大人 六七个孩子 有几个算几个 所以呢 天时地利 人和都配合起来 任何时候都可以快乐 我们听的时候就知道 这不是一种一般的志向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里面表现是一种 生命的情调 也就是说 人活在世界上呢 求人不如求己 你不能选择时代啊 你也不能够选择 你要在什么社会 生存发展啊 所以你只有怎么样呢 逆来顺受 然后呢 自得其乐 是吧 就天时地利人和 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做 所以孔子听了之后 他对前面三位学生呢 没有什么评论 为什么 那三个学生都是他教的好学生嘛 你说毕业之后去做官 本来就是要做官啊 那做官做得好 做得不好呢 那很难讲呢 但是你这样一来的话 完全是要靠别人给你机会 而真点不一样 他可以自己创造机会 所以孔子才会叹一口气说 我欣赏真点的志向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 孔子 他虽然有熟识精神 到处作物列国 奔走呼号 希望天下都能够转向正路 但是他也有一种 对于生命情调的向往 他多么希望 这是一个太平盛世啊 然后他可以跟真点一样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大家 过着悠闲愉快的生活 谁不喜欢生活里面 有一种丰富的美感呢 谁不希望生活的时候呢 每天都过得非常的自在愉快 没有烦恼 没有忧愁呢 所以孔子内心里面呢 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愿望 他也很欣赏影视啊 喜欢道家的一种表现呢 但是呢 奈何他是儒家 最终这段话里面 可以知道在《论语》里面呢 孔子的学生啊 有各种人才 而真点的志向提醒我们 学习儒家的时候呢 不要太紧张 有很多时候要放轻松一点 在生活里面 随意而安 让自己过得愉快一点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国学天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化解自我执着 宋朝很多学者呢 都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 好像孔子生下来呢 就这么样的完美 这么样的伟大 事实上呢 并非如此 各位想想看 孔子如果是生下来 就这么伟大 我们跟他学也学不到了 当然他的后代的学生啊 对他推崇 我们可以了解 像子贡就曾经说过 说我们的老师啊 像天一样高 没有楼梯可以上去的 但事实上孔子本人呢 他认为自己啊 少也见 够多能比试 慢慢修养上去 我们今天就要看一下 孔子怎么样进行自我修养呢 他要做的事最主要就是 化解自我的执着 执着于自我身上 那么在 文艺有一句话 叫做 用白话文来说 孔子完全没有四种毛病 他不凭空猜测 他不坚持己见 他不顽固拘腻 他不自我膨胀 所以这四点都是怎么样呢 针对自己来下功夫 一般人都很喜欢凭空猜测 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也没有证据 也没有什么样的理由 就认为如何如何 我们经常说话就是 开头就是我认为 我以为 想当然而 这样不好 这样对于这个 实际的状况啊 不够尊重 所以孔子 他不会随便猜测 第二个 他不会坚持己见 跟别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认为我一定对 我坚持我的立场 我的观点 第三个 他不会顽固拘腻 有时候时代变了 趋势变了 你还坚持以前的这种 老的做法 他不会的 他会变通 最后呢 他不会自我膨胀 一个人在社会上 跟别人来往 很容易自我膨胀 稍微有点点成绩 就认为自己啊 超过别人 所以孔子完全没有 这四种毛病 这可以看得出来 修养是下得很深的功夫啊 我们常常讲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那儒家又强调 折善固执 这两个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一方面你不要执着 一方面又要固执 那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们要了解 谈到人生的问题 一定要分辨两种欲望 第一种欲望是 自我中心的欲望 第二种欲望是 非自我中心的欲望 如果你的欲望是 自我中心的 那就是执着 你的欲望是 非自我中心的 代表你折战之后的固执 你不是为自己 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来考量 为了面子啊 为了各种情况来考量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就可以变成 从非自我中心的欲望 变成儒家的折战固执 因为儒家的折战固执啊 它有变通的可能性 我有原则也能变通 但如果说你是自我中心的话 就很难变通了 一意孤行 自以为是 所以儒家的思想呢 谈到这种修炼自己的时候呢 这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 因为你能够无意无弊 无故无我 你才能够真的去行善 为什么 因为善是我跟别人之间 适当关系的实现 每一个人跟别人来往 他都要尊重别人的一种要求 尊重别人的观点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有自我执着 怎么可能行善呢 你跟别人怎么可能 有良性的沟通 跟良性的互动呢 不可能的 而另一方面呢 如果我们现在先说 有一个人 他每天担心四件事情 各位听听看 这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他说 我德行没有好好修养 学问没有好好讲习 听到该做的事没有跟得去做 我有不善的事 做错事不能去改 这是我的忧愁啊 你如果不看前面的子约这两个字 你想想看 这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四个不 不修不讲 不能洗不能改 太可怕了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人就是孔子啊 他每天担心自己 德行有没有修养呢 学问有没有讲习呢 听到该做的事 有没有跟得去做呢 有错 有没有去改呢 这就是孔子啊 每人想自己有错 自己有错 他的学生也得到他的真传 像真生就说 无日三省无声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也是三个不 这种叫做自我反省 从反面来看自己 问自己有没有错 而不像我们 我们反省的时候都在问 谁害我的 谁在后面整我 谁在后面骂我 这不是儒家 真正的儒家是 从自己来反省 修炼自己 以这个为主 你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说的 四个不做 四个每天担心的事 自然就没问题了 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一段 老子的话来对照 老子当然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啊 我们将来会有机会谈到他 老子七十一章提到说 圣人不病 与其病病 富为病病 事已不病 你看 两句话里面都是生病的病 用了好几次 圣人没有缺点 病就是缺点 圣人没有缺点 因为他把缺点当缺点 就因为他把缺点当缺点 所以他没有缺点 病就是毛病嘛 就是缺点 一个人 他为什么没有缺点呢 像孔子 没有什么缺点 为什么 因为他把缺点当缺点 每天认真的自我反省 化解自我的执着 每天问自己 德行不够好 学问不够好 然后一步步下去 他每天这样反省的话 怎么会有问题呢 相反的 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有什么缺点 反而是很多缺点 一辈子也排除不了 一辈子也化解不了 有的时候看到很多人 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毛病 几十年之后还是一样 就觉得说这一生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学儒家 我们学国学 意义何在呢 意义就在于说 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学习 这些古代的先圣先贤的观点 不是因为他们被称作 先圣先贤 所以跟他学习 而是他实际上留下 什么样的话语 留下什么样的言行表现 我们跟他学 像孔子这段话说得多好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我们如果学孔子 也把这些当作 自己的忧虑 自己的忧愁 那我们还担什么心呢 几年之后 我们就改头换面了 就变成更好的人了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些 孔子的修养 不要自我执着 你不用去谈别的宗教 儒家照样可以让我们 化解执着 让自我不断走向完美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国学天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心存敬畏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如果不乖的话呢 父母就会说老虎来了 事实上老虎常常在动物园里面 也不见得跑到家里来 后来不乖的话 就说警察来了 我们这一生就慢慢长大 常常心里想到说 我要怕什么呢 怕老虎怕警察 怕社会上的舆论吗 到后来是怕老师 怕有人管我们 怕老板这些 但是我们学儒家的话 就要知道 你心存敬畏 绝对不是指 一般人所怕的 法律这些 如果只是怕法律的话呢 那么恐怕 你就会钻法律漏洞了 或者犯法之后 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了 这样人生是不会长进的 我们讲心存敬畏的话 可以从孔子的话来 加以学习 在轮运有一句话 孔子说 君子有三位 君子有三种敬畏的对象 第一个 敬畏天父使命 第二个 敬畏政治领袖 第三个 敬畏圣人的言论 这有关君子 小人就倒过来了 小人不了解天父使命 而毫不敬畏 然后呢 他奉承讨好政治领袖 并且轻慢侮辱 圣人的言论 所以这边就做个对照了 一般人就是小人了 那这小人 他不了解天父使命 就不会敬畏了 那在孔子来说的话 第一个敬畏天命 我们都记得孔子说过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顺天命 知天命跟顺天命之间 就是为天命 敬畏天命 为什么要敬畏天命呢 因为人活在事业上 不是光是活着而已 不是光是活着 到最后结束就算了 活在事业上 是有使命的 这个使命呢 就每一个人来说 就是从向善到 折善到至善 都要让自己的人格 去完美 善是我跟别人之间 适当关系的实现 所以人的使命 就是以个人的力量 使社会变得更好 这是每一个人的使命 从儒家来看 就是敬畏天命 你敬畏天命的话 才能够每天 认真的去实践 认真的自我反省 看做到多少 那么第二个 孔子要敬畏大人 大人就是政治领袖 我们要问 为什么要敬畏政治领袖呢 政治领袖很多人 表现得并不怎么好 孔子很了解心理学 他知道说 你敬畏政治领袖 政治领袖是因为 别人尊重他 他就会尊重自己 比如我们在台湾看到 很多政府的高官 在立法院里面 被立法委员骂得头昏脑胀 他回到他的部会之后 他就胡搞瞎搞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被骂得 没有尊严了嘛 所以你越尊重政治领袖 他就越认真看待自己的职务 好好去照顾百姓 所以孔子这个观点 是很正确的 当然提到孔子敬畏政治领袖 我们自然想到孟子了 孟子里面提到政治领袖 有一段名言 叫做跟政治领袖 去谈话的时候 要看清他 叫做 所以大人则秒之 我跟他说话 有意见跟他谈 要先藐视 看清他 不要看他高高在上的样子 那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为什么跟孔子 好像唱反调呢 在这边我们就要稍微分辨一下 因为孟子认为 这些政治领袖所做的事 都是我不屑于做的 我如果哪一天变成政治领袖 一定做得比他们好 这是孟子的基本的原则嘛 所以我们今天导先把孟子放在一边 就孔子来看 一个社会一定有人当政治领袖 如果你不敬畏他的话呢 他就不会尽忠职守 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 那他为什么要努力去照顾百姓呢 到最后是国家社会的灾难 还有第三点 孔子要敬畏圣人的言论 圣人当然是指古代的圣人 他们留下来的言论 我们要去敬畏 好好去实践 但是很多人对这一点 常常会觉得说 圣人是唱高调 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很多人常常认为 你们讲这些都是 说得好听而已 不能实践的 孔子认为我们要敬畏 你敬畏之后 你才有可能去想 我真的可以做到吗 那么相对的 小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常常说 君子是有志向 成为君子 小人代表什么 他没有志向 他就活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不了解天父使命 毫不敬畏 每天就是过自己的日子 第二个 侠大人什么意思呢 他去奉承讨好政治领袖 拉关系啊 讲面子啊 讲人情啊 让这个大人啊 政治领袖 不能够秉公办事 所以侠这个字 有点亲热的意思 就大家没大没小 变成是公务私务都分不开了 最后呢 侮辱圣人的言论 对圣人言论毫不尊重 认为是古人说的话 何必在意呢 时代不同啊 今天我们比较自由了 可以为所欲为了 这就很可惜了 所以孔子这边提到 君子有三种敬畏的对象 我们再进一步看 孔子他心存敬畏 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论语乡党》有一句话 叫做乡人挪 朝福而立于坐街 挪这个字啊 是古代人举行驱逐异鬼的仪式 叫像民间信仰 他驱逐异鬼 异鬼就是说瘟疫啊 万一有这样的一个什么 鬼在作祟的话呢 他就要举行一些民间的信仰活动 这个时候孔子啊 他就穿上正式的朝服 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 为什么这样做呢 穿上朝服代表尊重 慎重 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呢 代表我是这家的主人 因为古时候在北方啊 房子很多是坐北朝南 所以台阶分为东边跟西边 客人呢 来的时候走西边 那么主人的话呢 站在东边的台阶 代表我穿着整齐的礼服 站在我们家东边的台阶啊 对你们这些乡下朋友 举行驱逐的仪式啊 表示尊重 所以孔子从来不会去 批评别人的信仰 或者说歧视别人 一般的民间的一种 这个信仰的作为 他尊重的 那么最后还有一段 在相当篇里面说的 迅雷风裂 异变 这什么意思呢 孔子遇到很急的雷 很强的风 他一定怎么样呢 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马上穿了衣服 准备什么 可能要准备应变 准备逃难啊 我为什么提这一句呢 因为朱熹注解论语啊 很多地方有他的问题 但这个地方 他特别强调一句 朱熹说 孔子这样做是 尽天之怒 尊敬天所发的愤怒 这里我们觉得很奇怪 明明是自然界的一种变化嘛 打雷了 刮风了 情况很危险了 可能会有灾难了 那么朱熹说 代表天的愤怒 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参考 代表孔子 他对于必须谨慎的事呢 他有他的考虑 他作为一个人呢 对于自然界 对于所有的一切 他都会保持一个 基本的尊敬的态度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